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日更频道人 我们这一集就和大家看股市方面的消息了 大陆现在的股市好诡异 指数升,指数站定定在里 但是不少的个股是数以千计的个股 竟然可以齐齐跌停 最近都有一直留意大陆讲股票的网友 个个都在说,猜不到竟然可以这么多个股票都跌停 个个都哭苦哭忽 甚至乎见到有些人考股票之前是很开心的 买完股票,亏了这么久之后 天天都愁云惨,但每天起身 第一眼,关心股市跌了多少,自己在输多少钱 所以今集我们继续和大家更新 这些这样的股市新闻 中国的政监会就说到 有人恶意做空,谋利近1.3亿人民币 还叫他们小心奴底坐穿 而除了这个新闻之外 亦都有一些专家呼吁官方 是要加大力度去互盘 首先看这个恶意做空先 其实做空这件事应该是没有善意的 你每次做空其实都会买它跌 那什么叫恶意和善意呢? 你要是善意的话只能不沽空 中国政监会就宣示将会对恶意做空行为 保持寧容忍高压态势坚决重拳打击 谁敢敢违法操控,恶意做空的话 就要傾家荡产,怒底坐穿 但是如果不想人做空的话 那不如将沽空这个机制 CUT,不让人沽空 那些人就做不到 如果不是有这件事 其实那些人去做 那很难界定善意还是恶意 根本就没有善意沽空 那他这一个宣示 就是在他微信公众号发出来的 就说会联同公安部展开联合研判 用丰富的线索去西查 统筹安排专项核查 加强穿透式的交易监控 混用多维技术手段 搜集市场情报 然后与公安部展开联合研判 那他们证监会指出 某一个违法集团 是控制百多个证券帐户 操控某党股票 利用连续拉台、对赌交易等等的手法 影响股价 然后又时机大举清仓出货 导致过股价格在盘中暴跌 而且连续跌停 累计卖出27亿 非法获利1.3亿 那他这一个 其实算不算得上是恶意做空呢? 应该不算是恶意做空 另外他提到 某一个投资机构实控人 是透过打压股价 低价买入 连续拉台这些手法 去操纵二十多档 过股价的价格 导致快速波动 甚至乎一日出现天地板 什么是天地板呢? 就是股价触合涨停、跌停 这些极端行情 非法获利1.4亿 另外还有某一个违法分子 利用资金优势 用了几亿在期货交易所 使用了众多期货产品 频繁虚假报单 导致交易混乱 有假象 有骗其他投资者 然后 顺势 卖出 获利4千多万 而中国的证监会强调 他们是会坚决对这些影响股市稳定运行 損害投资者合法利益的违法行为 快速反映、坚决查处 和迅速展开收网行动 证监会还提到 操控市场、恶意做空 是严重侵蚀老百姓的钱袋子 已经是站到全体股民的对立面了 证监会最后也都讲到是零容忍 这些这样的恶意做空者 要他们是傾家荡产、路底坐穿 其实他讲到最后 我自己的感觉上 你现在大陆 那么多只股票下跌 我相信这些这样的恶意做空的人 是不能够操控到那么多股票的 如果是全个大陆的股票都被人 那么恶意做空的话 那就好恐怖了 是有外国势力入侵 肯定是 但现在理论上来讲 是个市差 大家是有一个叫灾难性出途 最恐怖的这件事 大家是没有信心买股票 不要说大陆的股民 就连香港的股民 都不太有信心去进入这个股票市场 大家其实买股票都是想赚钱的 但是如果买了下去 不会是担惊受怕 都不见它升 一买跌跌跌跌跌跌 未开心过的 去到某一个位 大家承受不住的时候 就去买股票 还有 现在最大问题是 不要购买力 股票要上到的话 是要有人买上去 但现在大家来讲 都想将这些钱 拿去做定期 这是其一 第二 有些人已经买了很多钱 没钱再买 然后 不通它打工 做下去的钱 它又要再扔下去 没可能的 那变成 没一个动能的话 市场上 靠国家队 国家队都买不到那么多 而且国家队 买的 可能是同指数相关的 大的成分股 去拉抬这些 这样的股票 然后其他就做稳定 变成 指数升 普通的个股 不在指数里面 就会下跌 当然啦 有些媒体报道 前凯开源基金 首席经济学家 杨德龙提到 5号 中小型个股 跌幅好大 市场信心再次受创 虽然国家队 已经入市顶住 但主要都是购买 互心300的ETF为主 中小型的股票 是连续下挫 对投资者 进心有好大打击 现在的市场 是出现非理性下跌 令到跌停的个股数量 大幅增长 亦都说明了 现在市场 来到关键时候 国家队应该要加大 救市力度 他提到 买入ETF的时候 既要买入 好似 互心300 这一种 大盘型的ETF 亦都要买 即是科创版 创业版的ETF 因为多数投资人买的 是中小型股票 只有是稳住这些 中小型股票持续下跌 甚至是不让它跌停 才能够彻底提振 投资人的信心 不过5日那天 互心两个股市 曾经是有1000党股票跌停 而根据大陆媒体 海报新闻4日报道 2月2日盘后投资者互动平台上 有一间上市公司的投资者留言 要公司回应 市场关切 给投资者信心 说公司的股价 已经完全按照 就来倒闭的公司方向走 大股东 不通 不心寒 需不需要预告业绩 而这间公司 叫阿通新财 近期连续下跌 1月2日 到2月2日 已经累计下跌了34.99% 但公司回应 说投资者的心情可以理解 感同身受 但对于市场波动 一间公司 好难改变到什么 个人投资者 都一样 只能够接受 和适应 这个市场环境 说股市有风险 投资亦都需要谨慎 不单只是一个口号 而这间公司 亦都讲道 2024年 农历新年就来到了 人生 不止股市 还有父母 家人 孩子 和朋友 建议投资者暂离开股市 放下执念 和自己换个心情 过完个新年 才再看下怎么 其实 这样看 这些公司 他们对自己的股价下跌 都完全没办法 他们可能 都没钱去托着股价 为什么呀 很简单 托着股价 用不需要钱 要钱的 那就是说 在他们生意未必那么好的情况之下 他们是没有钱去托着自己股市的 甚至托完又跌 那怎么说 没理由扔这些钱 入个毛底洞 所以很多公司直接 甚至乎有些其他的公司 在这些这样的投资交流会 上面说 说股票下跌 我和你们心情一样 我自己都没办法 不过最近 我是有留意得到的 是大陆方面 几乎是每个周末 都会有一些比较利好的消息出来 是想提振一下股市的 但是国家队 亦都有入市去买ECF 去拉投市值20大的股票 然后其他方面 用资用圈 侧压 这些都做了一些措施 但是到现在来说 那个情况 没有太大的好转 不过新年前 应该个指数点都会保住的 因为都剩下几天 但是新年之后 去到3月份 会有一个什么情况 就要拭目以待 看看怎么发展 好了 今集和大家看到这里 大家是否想讲下面留言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